生命电视 慈悲奏旧 生命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慈心不是世俗的爱心 一 慈心主要的特质是 与乐 即以种种方便利益众生 使其安乐 但这非凡出于爱染的世俗爱心 这次爱只将自己与一切众生 视为一体 没有差别 感谢观看 二 世界上任何生命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想要得到喜乐 就要珍视所有的生命和周遭的环境 是一切众生为独自 一 入行论云 眼见有琴时 臣此而是之 念我一与彼 乃能臣陈佛道 由于一切友情的恩惠 我们才有修行的对劲 才能在将来成就佛果 我一切友情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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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所以佛陀教导我们 应该视一切众生为独自 如此真爱 疼喜都尚嫌不足 何况是伤害 毁辱呢 我一切友情的恩惠 苦从私心起 一 经允苦从私心起 佛从利他身 一切痛苦的来源 就是自私自利的心 如果大家只在乎自己安乐 自然不顾其他友情的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但是一切友情是共同生命体 大众不关心 不在乎的心态 必定会使事态渐渐严重 一旦自己碰到危难时才会觉醒 这时已经为时已晚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 身为佛教徒的父母 应该比一般世俗父母懂得教育小孩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佛陀佛所说的佛法教育 最基本的都能使小孩子得到现实利益 前提是父母的羞耻需要一定的程度 并不高兴 一切友情 在最后一切友情 一切友情 这次预算是非洲人 这次依旧就会受到大众 最后一切友情 最后一切友情 优优独播剧场——《佛陀佛所》 2.如果条件未具足 父母最起码要有慈悲心 言行一致 以身教来影响孩子 什么是小孩子最需要的教育 1.除了最起码的生活教育之外 小孩子最需要的教育 不是数学也不是英文 而是长养慈悲之心 2.因为有了慈悲心的孩子 长大不会成为制造有毒食品 赚大钱的商人 不会成为制造武器的科学家 不会成为短视尽力的政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3.一个缺少同理心的小孩 未来的我们都可能为长大的他 付出极大的代价 一旦命中 他还要堕入三恶岛 而让他父母骄傲的地位 民生财富一点都没有用 一百分的此心 1.佛陀在《幽伯色节经》说 如果有人能看到恶人 仇家一丝一毫的善处 不追究他的恶处 表示这人具有此心 在《幽伯色节经》下葬 二 如果院家遭受病苦 他还能前去问候 探望 治疗其病患 供其他所需之物 就可以知道 这人已经善于实践此心 慈悲之门 一 如果我们在佛教单位做事 担任义工 为佛教服务 我们的身与意 应当小心谨慎 随时提醒自己 不要有贪欲 嫉妒 死心宗派之别 更不可把佛门之地 当作舞台 或在其中经营人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每当进入佛教单位时 要观想自己进入慈悲之门 否则三恶道大门 为你敞开 每当进入佛教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悲 悲心的意义 一 生起真爱有情的心 给予众神安乐 则是此心 而悲心 就是见有情受苦时 而愿意承担 拔除其苦痛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只是希望众生远离痛苦 那么有慈心的凡夫 升稳 也有这样的悲心 三 大乘行者所培养的悲心 是基于自己在轮回中受苦的体会 因此 不忍一切有情痛苦 而愿意亲自救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乘与小乘的主要差别 一 如果自己的孩子掉入水火中时 我们会奋不顾身体 跳进水火之中 把他救出 2. 这种爱护、疼惜、舍身的心态 就是悲心 只不过我们要将救护的对象 获及至陌生人 怨敌仇人等一切友情 而救护的目标 就是使所有众生脱离三游苦恶 此大悲心是大乘小乘的主要差别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福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中山书坊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祭念佛共修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领诵修持 日期3月19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厄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与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坊 佛教慈悲至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产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三上午9点 举办中锋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3月30日星期四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即佛前大功 13点30分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目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在华人地区 比较不会有这种困扰 对素食者的界定很清楚 可是 在国外的素食运动 为了接引食肉众生 对其他形式的吃素 也挂上Vigetarian名词 这是一种方便 一般偶尔吃素可分为三类 一 半素食 半素食是一种术语 源自地中海半素食的饮食文化 这个词没有确切的定义 通常是指以蔬果为主的饮食 但同时吃肉 或偶尔为之 半素食的饮食 主要包括 古物 面食 蔬果 乳酪 橄榄油 少量的鱼 火鸡肉 但避免红肉 疫情少心脏疾病 在美国只有红肉 不吃 其他食物都可以吃 二 部分素食 这是偶尔素食的主要类型 例如 在欧美有些国家或其他地方 每周会推行无肉日一天 在台湾民间 顺行早餐吃素 午餐及晚餐 则可以吃荤 也有的人 只有在农历初一 及食物的早餐吃素 这类吃素动机 常是因为想改变清淡口味 或是由于健康 减肥 或美容等因素 偶尔素食 不是真正的素食 因为没有改变吃肉的习惯 就像在台湾 佛道未分的性众 常常有吃灾的习惯 但不是素食者 三 弹性素食 不可会言的 想要那些长期习惯食肉的人 一下子就改成素食者 确实不容易 这也是许多人 会采行弹性素食 而不是全素饮食的原因之一 然而 这些人会体会到 蔬食的利益 并逐渐习惯无肉饮食之后 相信假饮食 他们也会成为素食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